今天很高興有兩位委員在這裡 曼莉跟陳歐伯立委 兩個都是陳立委 我們很高興能夠請到 Professor Timothy Mosel 來 Professor Mosel 他是從1999年就開始在車諾堡做生物調查 有很豐富的資料 大家假如有興趣的話 可以好好的跟他挖掘 那2011年之後他就在福島做詳細的生物調查 也看到很多其實即使是低劑量的輻射 對生物有很顯著的影響 那對人有沒有影響 對比較低等的動物有影響 對我們會不會有影響 人的部分當然大家也認為會有 那因為今天民進黨黨團要開會的關係 那我們先就請兩位陳委員先講 然後他們就要趕快去開會了 然後我們再請Professor Mosel 那稍微不好意思 那從因為曼莉比較少來了 而且女士優先我們先請曼莉委員先講 大家好 各位知道等一下我們民進黨團要去開會 那可能是跟院長的事情有關 然後蔡總統也會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大概也不能夠遲到 所以我想說等一下就會我們委員大概就會先離開 那我先講一下其實昨天我碰到了這個教授 我就會發現是說其實我們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研究 但是我們對於同一個主題我們大家很容易聚在一起 那像這一次聚在一起大概就是跟核災 然後核能電廠他在台灣的發展的一些的危險 那我們當然也很希望就是說從國外的經驗裡面能夠看到我們台灣的警訊 那我當然會看到就是說台灣一直都在說非核家園 我記得陳水扁在做總統的時候他也是提到說要做非核家園 可是到後來好像就是說有一些的規劃在陳水扁卸任之後 有些的規劃就終止了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說小英總統上台之後 這個非核家園的部分能夠在積極的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努力 那另外就是說2018年就是兩年後 核一廠可能就會有機組他就是年限到了就要開始停了 所以呢我想說這個也是我們台灣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走向 我們會希望台灣最好是不要有核能電廠 然後也不要有核能災害 然後也核廢掉 這個也是很頭痛 所以我想是說我們這一次能夠從美國的朋友他帶來的一些訊息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說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台灣的這個部分能夠降到最低 那謝謝大家今天一起 那也非常歡迎我們的美國教授 我昨天跟他聊才知道他原來是從在加拿大這邊然後後來轉到美國來 所以我想說我們世界本來就是一家的 所以大家對於世界發生的事情都會非常的關切 那我想我就先發表到這裡 我請陳柯珀 我也有 謝謝 許教授 還有我們立法院新的反核的戰力 我們陳教授 今天非常高興來歡迎我們墨碩博士能夠高臨台灣 那我知道墨碩博士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研究團隊 是同時研究兩大事跡 陳柯比核災以及我們福島核災 實際上在災區裡面做研究 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幾次的矚目 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可以做為台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們將來處理核廢量或者是目前所遭遇到一些 輻射的一些有可能的一些處理的問題 那我覺得我們對我們長期在反核式 長期在追求一個非核家園的一份子來講 我們很需要藉從他的家園法規的經驗 所以今天我們要重申就是說 台灣真的沒辦法處理 以核能發電的這樣的 核能的方式 要做我們的能源 除了要積極的 你去瞭解 然後也能夠積極的 再面對未來再處理這些相關問題的時候 作為一個很有效的處理 那我在這裡特別要也要跟我們媒體記者朋友互相勉勵 事實上我在立法院我們召開多次的一個再生年年的一個公聽會 我們一直期待能夠盡速國家來推動再生年年的發展 來期待這個核能 那這個工作也是未來我們要一起努力的 那當然今天的重點還是在莫說博士 他帶來一些的研究成果跟我們分享 那讓我們未來在處理相關的這方面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能夠更謹慎 也能夠以這個資源勇氣 環境勇氣的一個理念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要請施老師先講一下 然後我們再請Mosso教授 好不好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Professor Mosso來台灣訪問 然後告訴我們他多年來 研究車諾比、核災、輻射所產生的對生物的影響 以及福島、核災所產生的輻射污染 對這個生物的影響 也就是說他綜合了這個前蘇聯 事實上就是現在的烏克蘭 以及日本這兩個受到嚴重輻射污染的地區 它的這個輻射對生物的這個影響 那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研究 因為這個輻射對生物的這個影響 當然除了核子釋暴所產生的輻射污染之外 那麼核冷電廠 重大意外所產生的輻射 對生物的影響 也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研究的主題 那麼我想他們的這些研究 可以做為我們全世界 那麼處理輻射物質的一個參考 那目前台灣有四個四座和那一場 那這個三座在運轉之中 那麼大家知道核四現在是已經封存 那麼我們希望這個台灣的這個地下人醜的這種狀況 實在無法承受核能意外的產生 那麼萬一有輻射的這個外洩的事件 那麼就會污染到我們的這個環境 那麼經流這個食物鏈 那麼也會盡力不影響到人體 那我想我們面對這個輻射的這個污染 台灣事實上也有經驗 台灣這個核能電廠常常會有輻射的這個產生 那輻射外洩的產生 雖然輻射很大規模的 另外台灣也產生很多輻射鋼筋的污染的事件 那麼這些輻射污的這個存在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所以我想我們希望能夠降低輻射的對人體的這個危害 那麼很重要的當然就是要了解 那麼這個輻射對健康影響的情況 那台灣如果能夠走上揮核家園 我想這個如果民進黨執政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方向了 那但是我們還是要面對這個核廢料的問題 那麼台灣有20萬桶的低強度的核廢料 那還有很多的這個高強度的藥過燃料棒 這些要去處理 那麼高強度的核廢料 那麼它的這個監管的時間 那麼至少幾個十萬年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將來要面對著 這樣的一個困難的這個問題 需要大家共同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那麼我們絕對是要為了後代子孫 尋找一個更好的方法 那麼目前台電所提出來的這個 這個用過燃料棒暫時儲存的這個方式 我想大家也很有疑慮 那我們是希望台電能夠重新思考 它處理這個用過燃料棒的這個一些方法 總之我想我們面對這個核能的這個問題 我們要用科學的 那麼用這個對台灣長遠如何去面對這樣的態度來處理 那很感謝這個Musso教授提供了我們很好的一些資訊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Musso We asked Musso to briefly give us a introduction 我們的資訊息 請張宇修老師翻譯 請張宇修老師翻譯 那他有一些題目 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謝謝 請張宇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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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高興今天來這邊 第一次來到台灣 很榮幸跟大家見面 非常幸運 非常高興今天來這邊 很第一次來到台灣 非常豐富 我們很榮幸跟大家見面 尤其是他針對春龍堡以及福島災後之後的研究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把這個研究成果在這邊分享給主委 我們在過去15年研究中的研究 是非常明顯 那種植物和動物的影響 和動物的影響 尤其是針對過去15年來 針對自然的人群以及生態動物的研究 還有在低劑量輻射的暴露環境之下 他們所發現的成果 他想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這個很簡單的訊息 我可以給大家說 很多種類的影響 跟過去在日本原爆爆炸 暴露之後的人群所發現的結果 非常的相像 所以即使針對生物的影響 所以即使針對生物的影響 也許針對生物的影響 它的暴露量比原爆的暴露量少非常多 但是所發現的結果非常的相像 那意思就是說 胡攝就是胡攝 不管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的暴露 胡攝就是胡攝的效應 那他們主要研究是這個動物 自然生態的環境之下動物 那像在鳥類生殖系統的影響 眼睛的白內障影響 男性雄性動物的生殖影響 這是在三十年後的研究裡面 看到非常具體的影響 because the consequences are show very significant for these populations that we see major declines in many of these animals that we see the majority of the organisms living in these areas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is that organisms that living in these radioactive areas 是十倍度比较重视约的预测 比以前的预定预定的预测 科学研究发现在这样的污染环境之下 产生这些个体的整体影响 他们所发现的比过去在一些科学上所认知的 他们的敏感度还高超过十倍 也就是说现在发现这种长期低级量物色暴露之后的 这些动物个体他们影响 其实是比原先科学所知道的还高非常多 对影响的层面还高非常多 所以在这样的结果指出说我们对于核能电厂或是在一般的辐射 产生的影响我们要更严肃更谨慎的来看他们 这个生态跟动物在受到辐射影响之后可能产生的影响 而且检查研究所的原因 我们认为更多的明显 需要更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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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更多的研究 确实力则 解决定 當作一個科學家 我們所知道 從這些研究發現說 其實我們對於胡適 對整個生態的影響 我們還需要做更多更多的研究 那以目前的他所做的研究發現說 實際上我們對自然生態裡面的胡適 對人跟生態影響 其實所知道還極其有限 還需要更多的研究 還有一最後一句話 你喔 無論你認為… 不論你認為… 無論你認為是… 你以為是穩定力或是穩定力的 就不關心 這個力量是在這裡 所以他說不管你的立場是永和,是緩和, 核能電廠,核廢料在這裏,就是台灣 那台灣要處理就是幾十萬年的核廢料的處理, 核電廠可能產生的影響,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個立場, 永和緩和, 這個問題是在台灣, 那我們就需要, 台灣需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是他目前要跟大家分享 那他有沒有一些鳥類的, 就是他這邊有一些iPad 你願意展示一些照片嗎? 是的,稍微解釋 只是一個簡單的解釋 好的,這是很簡單的 所以,很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 we did an analysis of all studies testing for genetic damage in chernobyl and previously it had been suggested that maybe there would not be so much damage related to the chernobyl disaster but in our analysis just published less than a year ago it's very clear almost all organisms living in chernobyl show some level of genetic damage even in very low dose areas a very important result just one second oh yeah sorry yeah yeah they said that in the past year, this is what they published in the research that in the chernobyl area of the chernobyl area, even in a very low-density but in a very low-density environment, they still found these cells reproductive genic the e-tran效應 neumna is存在 so即使在這個比較低忽赤的環境之下 the e-tran效應還是存在 this is最近他們所發表的研究結果 and of course all of these publications, so all of these results are published in scientific journals in peer-reading scientific journals, so they're real results and they are available either from me or off our website or from the publisher's website if you need further information be happy to see which publication was this published? this one was in scientific reports,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last year and so yeah, this graph is just a summary of all of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done showing the effects of radiation and what you can see is that most of these studies show significant genetic damage related to the radiation in Chernobyl i need to get a bigger iPad um i need to get a bigger iPad 去与並且有的 again we started to do the equivalent of epidemiology on bird populations in both Chernobyl and Fukushima and these these are photos of birds from Chernobyl in this case again showing the sorts of tumors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abnormalities 这个照片是他们做所谓类似鸟类的流行病血 他们发现有蛮多的鸟的肿瘤的效应 这个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 有这么高比例的鸟类癌症的肿瘤的发现 这里是一个正 右边是正常 左边是有肿瘤的鸟的照片 他说这个看到结果跟人类看到的情形是非常类似 在人的研究里面有发现这样的情形 我们知道从病毒的研究中 我们知道从病毒的研究研究研究 眼睛非常随着疼来的 你喜欢这个一块吗 这位置 可ee Ya So for for example We now have We published a paper showing in the birds of Chernobyl and the mice of Chernobyl They have much higher frequencies of cataracts In the eyes Just like people who get old get cataracts These animals are getting cataracts 但是他們在研磨研究研究發現 鳥跟老鼠的眼睛的白內障 發生的機會比較高 而且是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鳥跟年輕的老鼠的時候 就發現有白內障的情形 我覺得這個文章會在這個禮拜 這個科學文章會在這個禮拜 或者下個禮拜就會發表出來 我覺得這是科學文章的科學文章 我們現在已經發表了90個科學文章 我們現在已經發表了90個科學文章 我們現在看到90個科學文章 我們現在看到90個科學文章 我們已經發表了90個科學文章 和陳柳寶的類似研究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個科學文章 還有很多人會發表達到 包括一個科學文章的科學文章 各種科學文章的科學文章 是在樹木櫻島 這一集的科學文章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人的科學文章 十分級數字 以後 我們在杜大多年 在福島上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numbers of birds have dropped dramatically, very dramatically, in the areas of high radiation, and just as the numbers of birds have dropped, again, the numbers of species of birds in the more radioactive areas have dropped off significantly. We've published three, four papers in the last year related to this data, and these data are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found in Chernobyl in previous years. So,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湖島's research, now it's about five years, and they found that the birds in the湖島, the birds in the湖島, the number of birds were reduced, and the number of birds were reduced, and the number of birds were reduced. So, in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birds were released in the湖島, and they were released in the湖島, and I could go on for several hours. You have to go on for several hours, and then you can share it with us. But I would invite you to visit our website, if you want to see the publications, and learn more about our research. I hope you have any interest in the湖島. Thank you. Any questions? You will take attention. Oh, please. Any questions. You have some little bit? Go to the German. Go to the German. What is that? What is that? The birds? The birds with humans. What? They want to see the birds. More birds and more turtles. 我猜猜是否应该帮他提供 我要走一步三十万 你能够到一步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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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能够到一步三十万 我现在在下面 你能够到一步三十万 他刚刚有遇到一步三十万 那表示说我们现在 如果诊人的话 是不是也能够到一步三十万 等下他们要请的图拍画面 让他们先拍画面 然后先委员来 让他们先拍 先拍画面 先拍画面 然后先委员来 让他们先拍 我们先拍画面 我们先拍画面 但是他们也会遇到一步三十万 没有人预算 也有问题 不离三十万 但是提供 而有其他人 不离三十万 所以 他們有很嚴重的行動 所以經常很難去決定 他們接受的確確的行動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事物 在他們的生命中 在他們的健康上 無論他們喝酒或喝酒 共有其他行動 所以經常是很難去解決 各種病毒的原因 剛問到說 這樣的研究 有沒有在人類的研究上面看到 陸西教授是認為說 因為人的環境比較複雜 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到這個人的觀察 所以人的研究沒有像生態動物研究那麼容易 那麼容易可以 因為人的環境太特別了 所以 有人的行為也很複雜 因為行為也比較複雜 如果究竟我們有所謂的問題 各種人的資料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問題有所謂的重點 因為我們有所謂的角色和人的工人 並且有所謂的重點 在這位股體的重點是 他們的主題是 between how the animals react to the radiation and how humans would react to the radiation, but animals, the effects will be quicker, they live shorter lives, their reproductive rate is quicker and so they live in areas of higher contamination so the impact should be felt much sooner and so this is a good model and of course birds don't smoke, they don't drink vodka 所以我們不必要擔心其他擔憂 但是我們用了動物和醫療研究 因為我們是動物 因此的交換是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研究動物、鳥類等等 原因是我們認為 在動物、鳥類看到的現象跟人的影響 可能是平行的 但是動物因為它比較沒辦法去避 所以它會比較在污染高的地方生活 所以我們用動物、鳥類的研究 來預估如果我們人受到同樣的影響 那大概會產生什麼影響 那當然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 叫做金氏雀的效益 就是先放鳥出去 看以前礦工都只講先放鳥 鳥要死的話人就必須走 所以用動物的研究 基本上是來保護人類的一個前線的研究調查 我們現在請前委員來幫我們講一句話 我想今天環保團體講輻射污染的問題已經講非常非常多年 那我們過去也一直講說 就算核電廠沒有爆炸 它的核廢量 我們每種百萬年有毒的核廢量 都不是我們任何正常的人 任應該要留給我們的下一代的 那這個博士他今天帶來的讓我們覺得更驚悚的 就是說還沒有爆炸的核電廠本身就有危害 那他這個新聞稿裡面我們也看到就是 他獲得國會的授權去監測美國這個老舊核電廠 發現這個半數的老舊核電廠都有那個輻射污染的證據 如果在美國這麼嚴格管控 然後也發明了原子彈跟這個核電廠的國家 都有半數的老舊核電廠是污染的 有核廢的那個核輻射的污染 那台灣呢 台灣應該超過一半 那所以我拜託我們國內 還有一些人想要演繹 包括台電那裡有很多人 認為我們的老舊核電廠演繹是理所當然 拜託他們打消這個念頭 那好好的配合我們即將就任的這個小英總統的證件 就是2025非核家園 那2025非核家園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絕不演繹 就是絕不演繹 我們就一定要如其處理 那老實講對我們而言 我們覺得應該要提前處理 但是現在呢 我們至少勉強可以同意是如其處理 那台灣 抱歉 抱歉 這個冷氣對我而言太冷 那我們如其處理呢 事實上我們都還要祈禱說 在這個10年內 我們這些老舊核電廠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 因為這個 根據這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報告 未來20年發生核災的機率高達5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拜託大家 我們的這些核電廠是非庭互可 那我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 可以保平安 那看這個陳某比 或者是福島 那俄國的領土比我們大 不到多少倍 那日本的國土 日本雖然比俄羅 那個蘇聯小很多 但至少呢 他的國土 還是我們的十倍大 他發生一次核災 他們還有地方可以走 我們發生一次核災 台灣整個就完了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 非常非常 這個誠懇的拜託大家 那我是覺得小英可以當選 也真是天佑 就是天佑台灣 讓他一個 這個 有非常堅強意志 要把我們的這些老舊核電廠 停下來的人可以當選 那真的是 我不希望說小英上任之後 我們在這方面還有爭論 然後他回頭去回訪 去說服大家 我是覺得 我們現在就已經有共識了 我們也希望台電 現在就要開始準備 說這個核一是不可能演義 核二不可能演義 那核三呢 就是2025就要關掉了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 我們在這方面 聯盟的高如平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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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昨天聽那個博士在講的時候 他有說到在這個 除了這個白內障 還有那個腫瘤以外 其實對那個嬰兒的這個最大的影響 就是那個白血病 就讓我想到 其實台灣的前那個法學院的院長 郭明正院長 他的小孩當時是在這個離 車漏堡的這個 店長離大概兩千多公里的地方 就是在德國南部的地方 因為當時他是在懷孕的時候 因為昨天那個博士有特別講到 他對這個懷孕期間的這個嬰兒的這個影響特別大 他當時那個郭明正的教授 當時在德國念書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的小嬰兒 就是當時在那個懷孕期間 就得到了這樣子的白血病 後來他也因為他的小孩得到這個白血病 所以他現在是終生 就是當時他許下了一個願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是碰到災難的時候 都要吃素 就是說 許願吃素英年保他的這個小孩子平安 結果後來他真的就是這樣許願 那那個還好現在的小孩子慢慢長大以後 現在那個這個病好了 可是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求證 就是以這個就是 郭明正的院長當時他就有這樣子的經驗 那我們都知道 德國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們就是全國都下定了決心 這再也不要核能 所以也因此他們的這個 就是在梅克爾總理上來的時候 那民調高達80%都反核 所以也才能去促成德國的這個非核家人 是在2022年也就是在六年之內 德國就會是一個沒有核能的國家 可是在這個非核家人的決定之前 德國是一個非常高度仰賴核能的國家 大概都是百分之四五十以上 那可是德國的再生能源的原來的環境 並沒有台灣這麼好 天然環境並沒有那麼好 可是就是因為要提高發展再生能源 例外提高了就是能源的效率以及節能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因為他們有社會的共識 所以我們也今天也拜託我們的 在座的這個媒體朋友們 就是說多多的讓大家知道這樣的真相 就是只有提高就是替代的能源 而且是永續的乾淨的能源 才能夠帶給台灣能源轉型 以及帶來台灣的一個新的經濟的時代 那我接下來請來瑞珠這個走調 台灣環境輻射走調團林瑞珠 那我現在2013年2014年我們有完成兩套 那個台灣輻射的那個輔差的那個地圖 那在去年我們做了核種的調查之後 我們在全台灣發現了15種 那這些那鍾禮傑老師他是研究空氣汙染的 他建議我做一些路線的一些偵測 那跟他預測滿吻合的 就是空氣汙染 空氣汙染大概是在2000公尺以下 那他是說如果你這個東西做的準確的話 2000公尺以上的很難偵測到 那結果真的我做的調查 所有的可能會受有汙染的都是在2000公尺以下 所以蠻穩的莊比傑老師的預測 那因為核電廠在燒核廢料 核二廠核三廠都有那個減農中心 所以我們去年開始2015年一直延續 我們會做一天一測的輻射偵測 就是我們有15個 我們有一些團員在台灣各地 然後也有一個朋友在澳洲 我們每天都在做一天一測的那個輻射偵測 大概我在台北或在新竹兩個地方測 其實偶爾就會輻射會飆到0.2 這個張武修老師最清楚了 這個其實不要到0.2 它就是有一點汙染的狀況 那在這個核電廠 其實我們很希望核電廠不要演繹 而且要提早處理 那減少這個汙染的狀況 那這個因為我們所做出來的調查 跟原人會他們做的每天的即使監測 有蠻大的落差 就是我們測出來的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於政府要監督 不可完全信任 那我希望更多人加入這個一天一測的行動 來監督我們的環境 謝謝 其實我們這次請Professor Mosel來 還有一個想法是說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民眾跟政府測到的數據 是有一段落差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怎麼樣成立一個 比較獨立的研究團隊 然後把台灣的背景資料好好的做整理 這是我們的一個想法 那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核電廠 應該不是所有的核電廠 大部分的核電廠都會釋放輻射物質 即使它正常運轉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在我們現在的核123附近的 居民的健康調查變得非常重要 而且我們要開始做這個 怎麼處理我們的高階和廢調這件事情 在處理之前我們也希望知道說 到底我們的背景 我們人的健康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是希望透過立法委員這邊呢 能不能要求我們的政府至少要做這兩種的調查 這是我們的希望這樣 那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對不起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剛 假如記者會 假如記者先生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記者會就結束 變成民間團體的座談 好不好 不知道記者先生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 嗨 I'm Henry from the China coast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sir can you say a bit more about the effects of low-level radiation on organisms and what specifically is the dose, and would you say that in a typical nuclear power plant in the course of normal operations it would produce at least that same dosage? Good questions. So let me just start by saying that in all of the studies that we have done and a recent analysis of the BEIR-7 report. So there was a report released by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alled the BEIR-7 report, and this was a total review of all of the epidemiology related to radiation that had been published up to that time, and there have been additions to that. In all of these studies of the very highest rigor, scientific rigor, they show very clearly that there is no threshold below which there are no effects of radiation, in the sense that something like a linear no-threshold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diation and effects applies to everything that's been observed and documented so far. BEIR-7 report was conducted on the 7th edition of the UK BIR是美國國會 請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 每四五年做一個報告 所以是BIR7 他說BIR7的報告裡面 整理所有過去有關流行病學的健康影響 發現就是那個膚色的效應 健康效應是遵循直線沒有臨界值的效應 也就是說任何的膚色劑量增加 就會增加它的健康效應 那這個是一個在緩和永和 科學論據最大的一個真理就是說 這個不是他講說我幫忙做詮釋 永和的或是核生電廠經常講說劑量要達到多少才會有效應 可是Timothy教授說BIR7第七分報告 很清楚整理所有流行病學的研究 發現任何的低劑量輻射 它都是走直線沒有臨界值的效應 也就是任何的輻射都會增加 任何輻射曝露的增加 都會增加健康效應的增加 對 效應的影響 對 效應的影響 電機剛有重點 這叫風險 這叫風險 風險 是線性無臨界值 它是兩個 LNT Linear Non Threshold 這叫風險 那叫風險 這叫風險 低液 大風險 大風險 雖少 SMS 可 哪風險 especially even at small radiation levels so it gets smaller and smaller but it's still it's always there our research and research of other people in Chernobyl primarily now shows that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wild organisms are much more sensitive to radiation than had been predicted before and have been expected before based on laboratory studies 這兩個部分就是說 輻射劑量越高效應越明顯 輻射劑量即使一點點它的效應也會有一點點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他們的研究針對湖島陳諾堡附近的生態 個體這些動物的研究也同樣指出來 就是說這些輻射確實對這些生態 鳥類等等的癌症或是百內障的影響 也是有同樣的就是 Can I say that is a linear non-stress flow even in the organism in the wildlife 也是在自然生態裡面的輻射附入 對生態、鳥類、老鼠類的影響也是 也是類似的這個線性無靈界值的這種影響 影響 影響 那比以前很多實驗室裡面 在實驗室裡面用這immiture 就是說實驗室裡面的鋪路所看到的結果還要更明顯 是否在身上的樣子 所以在這個世界上 每個人都在身上 因為每個人都在身上 每個人都在身上 每個人都在身上 但是在身上 我們預計 我們預計 努力領多種 有特色的影響 目印象 柴火龍 有加油 的影響 有很多影響 上一次過來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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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their mothers were living within five kilometers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while pregnant and this is this this is the best evidence we have at the moment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studies concerning the biological impacts around nuclear power plants because there's been no money to do research because it couldn't possibly be important 因為他講很多所有的艦難就是說依據歐洲的研究針對在恆人電場五公里內的孕戶他們的小孩子有比較高的白血病的風險 但是研究非常困難因為錢資源少然後但是即使在這樣子還是有些研究顯示出剛剛講這個證據就是說核心產五公里內的孕戶他們生的小孩子白血病比較高 對是那 unquote是,是那一些從歐洲的特化? 對,是那些從英國的研究宗所詮蓋的一種研究宗所記者 對,是那種研究研究宗所記者也有看作那些研究宗所記者 對,是的 是的,是有一種研究研究宗所記者的研究宗所記者 對,是的 但這位一個研究者 後來的研究宗所記者 是否明但在美國有託處置的研究宗處理研究宗所記者 因為小人工作宗所記者 所以,我們都是覺得研究研究科研究宗所記者 几个人的协调感染疤 而且是不开极度的 的频道局做得深k力 应该要查这些问题 而是据成在最高区的 第一个柄情况下 这不是不能够力的 但五个月后 政府公司有一个新码科研究中 新码科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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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我曾經是一位參議員,我們推薦這個研究再次做更好的資料。 殘忍,核酬管理委員會決定是太貴,會花8萬元,會花了三年。 所以他們停止了,但我仍然認為它需要完成。 美國大規模針對核能電廠附近居民的健康效應,最後是在1991年做的。 那時候的結果沒有結論,最近五年,NRC就是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 跟我們的言論會不太一樣,我們的言論會不只做管制還做推銷。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就五年前做各個郡,美國各個郡。 郡是有點鄉鎮的調查,也還沒有集體結論。 那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覺得不太能夠做,因為太貴了。 那如果要做的話要多少? 800萬美金。 800萬美金。 3億。 對啊。台灣可以贊助嗎? 哈哈哈。 你說的不錯,是不是? 那所以,所以可能要花三年的時間。 I read the papers, his last name is Margano or whoever, they studied before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after the comparison, the epidemic, the U.S. nuclear power plant, they say significantly reduced reduction of leukemia. Increased in leukemia? After closing. Oh, I see. Yeah, yeah. After closing, they saw significant drop in child leukemia. Yes. Do you recall that paper? Yeah, I'm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studies. The difficulty i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the data, the epidemiological data, the health records are insufficient to be able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in the current state. And so it's impossible to rigorously address that hypothesis using the data that are currently available. because we don't, we can't, we don't know who's who. The health records are so, privacy issues related to health records are so stro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re's a lack of organization of the registries. And so it jus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do solid, hard science. You can make inferences, you can suggest that maybe there is an effect, but it's impossible right now to do the har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really support that hypothesi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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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re's been great. It's been wonderful for people that have made it. Everyone has developed the health crisis. Yes Mr. Johnson and different health records in Canada this is a grand total of 12 months since China eats a встрет好 pergunta. Good Planning, GET anything for us. Everybody wants to be protected that Cayman Jones, Thailand hates treatment. Our state of reporting people on health in Canada are about the right Apr fick honesty. Đây is 약간 besonders Inhale, Anneuker food courts. 所以如果台灣有這樣的研究應該是更重要 因為比較能夠把它做好 可以採取比較具體、有效的研究調查或是管理 那也許我們合一場關檢後就可以做了 因為我們合一場關檢後的資料 所以如果我們合一場關檢以後 就趕快可以來做那個關檢後的比較 還有一個問題? 有問題是有分別的問題 對於福島和廉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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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廉納的研究 對於廉納的研究 我們在廉納的研究 我們只在廉納的研究 15年後的研究 所以很後來的大事 對於福島和廉納的研究 我們在福島和廉納的研究 我們在福島 在福島中四個月的研究 在2011年 我們可以看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情況 我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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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了不同の群 вас的研究 我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情況 人以前的研究 我們看到了一種大冇見 但我們也看到了一種大冇見 我們知道了解了一種大冇見 所以我們看到了 一個問題 那麼有一個問題 一種不同的 例子是可以看到了 在福島 在福島 我們看到了 其他其中的老同 有很多不同的集團 在三種一種元重量 在这种情况下,但它们是在那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但是,第二点是, 第二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為他們研究陳隆寶是15年之後 就是2001年他們 1986年 那在2001年才去做研究 所以在這個中間15年早期陳隆寶的影響他們比較沒有機會去了解 那日本湖島他們是2001年7月就4個月之後他們就進去了 所以他可以看到比較早期的影響 那這個 所以有類似的地方有一部分是不知道 因為陳隆寶的早期他們也沒辦法看到 那他認為鳥類跟蝴蝶在這兩個地區都是最敏感的 只是不知道陳隆寶的早期鳥類跟蝴蝶的效應有沒有存在 因為那個時候他們不在那邊 那第二個他談到這個湖島 因為那個如果這個生態比較活躍 就是2001年3月之後在當地生態系統是比較活躍的話 他們影響就比較明顯 但是如果是猴鳥偶爾才經過這個污染地區的話 他們就看到就沒有那麼明顯的效應 這個看起來也是一個非常合理 一直住在那邊 鋪蝶比較多的話 它影響比較高 Did I pass the translation? 這個我說新聞其實我沒有辦法 Any question? 講述不能講 Any further question?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個記者就沒有記者的問題了 我們現在就是座談了 So you make all the press very happy No more questions So now it's the round table We should pass the...I brought some chocolates From Fukushima? No